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楼市事件》 我是主持Kerry 先看看最新一期CCL报181.06点 按周升了0.95% 整个四月都是在180点之间徘徊 看完CCL之后 我们就看看今天的主题 看到最近很多新款是推出的 我们今天除了继续请来施生之后 都请来了加瓦国际营业及市场策划总监 温伟明和温总和我们谈谈 两位你们好 你好 大家好 一见到第五波疫情就开始缓和 很多发展商都积极推广 加瓦旗下的柏龙上星期五就开售 首轮都卖得很好 一青袋 这个销售的结果 其实温总是否意料之内 都是我们预期当中 为什么呢 始终我们觉得这个盘有它的特色 尤其是它的密度非常之低 还有地盘面积非常之大 超过4万平方米 中间的内缘有26万平方尺的内缘 这个就非常之吸引 我们自己看其实有这个效果都是意料中事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定价定位定得对 幸好我们有另外两个partner 信和和和中国海外 三个人 即是三对团队都很合格 大家谈得到一个方案迎合到市场 而事实上你看到我们当日售买的时候 看到那些客户的取态都是由中层开始 即是说证明了我们的定价都是合适的 而见到很多人很欣赏我们的设计 尤其是内缘 但不代表向外边 向山景、开阳景那些卖不到又卖到 即是说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定价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似乎香港很多地区 都这几年都很密集式推盘 其实我们都是其中一个 即是在启德地方 始终启德来说 每个月有盘 每个月有货在买的时候 对于买家来说 那个所谓新鲜感就没有了 但是在我们推拍龙錦上路这个项目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鲜感 还有一个很特别之处 其实就是 因为这个盘 人们会觉得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一期做完这2200号 其实旁边的那期 将会有一个四十多万呎的商场 连接其他住宅 接着周边政府已经规划了一些 所谓支座房屋 其实会支持到所谓地的商业 整个规划只会越做越好 而那个站已经在了 而将来的北环线也会以 赶上路作为中转站 其实这个区的潜力 大家会看到是很快出现 因为这个站已经到了 有些地方很奇怪的 师生 我们自己也做过 譬如白石角 政府放了很多人口进去 做到财道 如果你先做人下去 慢慢才起 那吸引力又相对弱 现在基本上所有规划 无论现在或将来 大家都比较有确定性 所以吸引力就相对强 所以这次我们都 意料中 会吸引多些客人 一般人听到紧上路 就以为很远 现在有了铁道运输网络之后 时间就缩了很多 你现在出市区 应该半个小时左右 不用半个小时 如果去到中环 二十多分钟已经去到中环 缩短了生活圈 其实有人说 当时我们习惯了冬铁线 一路上水 一路上水 一路下水 但你见到它暂停 而且速度相对慢 但西铁这边的速度相对快 你想想我们出去 由紧上路出回荃湾西 说荃湾西多数分钟 一出去已经全部大型商场 哪怕你向北上 一个站又去到元朗站 你见到新鸿基 也有一个很大型的商场群体 变成在购物方面完全没有问题 生活配套方面是没有问题 当然将来 都会有些生活配套 所以现在的西铁是挺强横 因为如果说定价 元朗有些房子都去到2万 没错 1万7到2万元尺 我印象中好像便宜的单位 六百多万就有交易 我们也有看到的市况 施生 我们当然会留意元朗区做什么价 另外一个地方 对于我们定价而言 是容易一些 我们的房子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高 我们16层低密度 变成有个好处 还有我们的内缘很漂亮 如果我们在低层来说 看内缘都是一个优胜之处 因为我们的内缘太大 看出来都很漂亮 变成低层和上面那层 那个分别不会太多 变成客迈到埋桌去买的时候 他会多选择 在他的所谓财政状况 他的价格来说 就容易较到 譬如某些盘 我们不要开名 他有三四十层五十层 我买不到低层 我的价格就是低层 就推不了上去 因为实在太高的房子 我们相对来说 全部都是16层左右 低密度 相对来说 选择性就会比较高 低层我们也有那么漂亮的园景 变成拉窄了高低层的关系 容易走 因为你看景 望海高层好些 因为高层就望到一片海 如果你低层就望到一片天 园景就是低层都望到树 所以我相信这个盘 减楼层层都可以去 就算施生的同事 来到去减楼建议客 你想买那间 买人不买了 但很快在现场 已经减楼 这几间都是你的选择 也是合适你的 变成更容易去走 即不会说 新移的那间楼被人买了 就好像减不下手 没错 到处都可以减楼 六百多万 一成首期六十多万 甚至我们定位的两房 都是八百多万 九百万 如果你用我们俗称的波束篇 你做到九成 都是一百万的首期 加上洗费都是百松一万 最重要的是家庭入息收入 两公婆有八万多 九万元 就有机会供到这层楼 看见这个盘也很有特色 令到星期五的时候 都很快可以卖完 对之后的销程也很有信心 看见很多新盘会轮着推 担不担心互相竞争 会抢了购买力 正是我们的盘 和其他现在推进的盘 分别比较大 第一 现在同期推进的大部分是市区楼 而市区楼的动截是两万三 两万四 但我们现在的定价 都是说一万八元 一万九元 这些价钱 始终有分野在 第一 第二 就是居住环境有点不同 始终人们向往低密度 有近地铁站 这方面有水性之处 所以直接竞争不是很大 再加上其实今次我们叫做一石激起千重浪 始终引了很多有兴趣的买家 我们的票数到一万三千多票 第二轮了 所谓说复活票 我们估不到反应都非常之好 都去到接近七 即已经有七千票 我们在看其实还有很多向遇客在后面 所以我们接下来买一A期的另外一批货 我们都很有信心 即是余货 我们总共有七八十五货 我们卖了三百八十八货 另外余下三百多货 我们觉得应该有机会都是一Q清袋 就算清不完都可能去到九成 接着我们一B期八百零五货都来 因为我们已经拿了预售楼花的批准 其实我们都不打算任何的动作 和代理朋友一起谈过 趁着大家都有兴趣 我们又不是刻意 又想加价的话 我们就全数推卖 尹先生见到那么多新盘要推 你觉得市场的吸纳 那个购买力能否吸纳到那么多? 一个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推 所以有一定的积累 另外看吸纳能力 你也要看香港整体的供应量是否多? 其实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年三万个单位 现在跌至一万多二万个 一万多二万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二百五十万户家庭 百分之一的家庭有购买力 都有二万五千个家庭 只有一万多个 那怎么够分? 所以你们说很多供应 只不过这一段时间 集中比较多 而整体的香港供应 其实是处于低的水平 你只是看居屋的申请者 是数以十万计 一年只有一万多个 根本不成正比 所以你不需要单身 很多供应 出生来都是不够的 我也同意施先生的说法 基本上只不过在短期内 供应和时间推出 你感觉上就很多 但长远而言 其实供应都是缺乏的 再加上现在你见到 因为疫情的情况 封关了两年多 其实就和我们自己 祖国和同胞 暂时切断了一些关系 但是长远来说 我们都要融合 亦应该两地互通 我们香港的特色就是 中国其中一个最繁盛 最重要的金融都市 我们应该是吸纳最能力 最有钱 最有能力的人 在这儿做生意 在这儿住 在这儿生活 其实房屋供应 是必须要做得到 你不仅是继续 香港本土的人 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 亦都要继续 其实应该是世界各地 能力的人都要有 其实现在政策有点扭曲 你想想我们有点排外 你不是持有香港身份证 要打30%税 我自己觉得 作为一个自由出入的都市 你这样做 其实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也不是一个长远的政策 长远来说 你应该控制的供应 达至一个供求平衡 私人市场 其实都应该分两类 一类就是要照顾本地的香港人 上车的需要 另一类是因为香港是一个开放式的自由港 我们是欢迎资金 欢迎人才 有能力负担 能够叫到外面人买的 做什么浪费 你看伦敦的楼 又卖给阿拉伯王子 又卖给俄罗斯商人 他不会说这些不要来 他有时还简印花 碎吸引人来 香港现在是本地自己的民生需要不足够 所以才要作这么多限制 如果将来本地民生的需要 得到充分的供应之后 其实私人市场应该引游的价格 去反映全球投资者的编号 你讲到将来 其实今年也是特首的换届年 星期日就会诞生新一届特首 你们认为两届政府在土地房屋方面 你认为政策会否有很大的转变 会如何影响私后的楼市走势 我又不太懂政治 不过我会记住领导人说一些关键 今年年初人大总理李克强先生 他有几个关键我永远记住 第一 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 会作出全面的管治 这个很重要 即是说 香港的走势 是会跟着中国的国情去走 跟着中国的政策去走 这个很明显 但是一件事 我们要留意 仍然我们在这些 所谓五十年不变里面 仍然是强调基调的 就是港人治港 一国良制 这也是很重要的基础基石 我自己看 未来政府就会很 很着重于问责 因为你见到国内现在做些什么呢 其实你见到前两年 中央就很强调地方政府 不要团积地 不要折牙高息卖地 为什么呢 折牙高息卖地 和发展商折牙高息卖楼 一样 就有机会推高了价钱 引致北部出现了 有些发展商 没有耐何 我抢不到地 我就用高价买 但买回来 是否可以高价卖出去 你一直推上去 是否支持到 未必是 所以 举个例子 廣州 在年多两年前 已经说了 一年分两次三次卖地 一定要一群群群群 不让你每个月 或者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一起买的时候 我们就看得到 原来有这么多供应 我落标的时候 就要小心一点 而且每一次 他都做过优化 第一次 发觉有发展商 可能为了增加我 投到地的乘数 我开很多分公司 接着国内有个字眼 徐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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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穿那些战斗衣 他说 你不要穿那么多战斗衣 扮演这么多个人 其实全部都要徐马甲 如果你是同一个机构 你只能出一间 公平去竞争 令到市场 透明之余 在同一时间 多一些供应 让你看清楚 其实我有很多供应 不要做假象出来 这件事也很重要 其实有个启示给香港 香港的地已经少 但地非常大幅 动捷都过百亿 这也是一个问题 甚至乎 一些新界换地 都很大幅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问题 坦白说 如果你卖给我 我都会分批卖 但对于我来说 当然是好 销售策略 我卖完这批 不卖这批 但对于小市民来说 始终要等 慢慢等你卖完这批 才卖这批 但如果一幅地 我拌了三幅出来 三个发展商卖了 你当然会竞争 我们刚才说 好像很多地 很多供应 这段时间 当然了 因为你分了很多幅 给我们发展商 买了 我做A那幅 你做B那幅 我交代老闆 我要卖 我和你比较快 同一时间 对于发展商来说 是压力 是不是 同一时间 这么多推出来 但对于小市民来说 对于社会来说 可能是一件好事 因为 譬如 五千个单位 是分两年推 和五千个单位 分三个月推 是不同效果的 完全不同效果 当发展商看到 这样的情况下 我自然会调节 我买地的价钱 按下我 即是出售的价钱 这个平衡就会 令社会好一点 所以我自己觉得 刚才你说的特首 现在换届 我觉得 我们要留意 国内如何去操控 楼市的政策 有没有机会 个别会引伸到香港 当然他们会 挑战 为什么呢 当日 香港将我们的 土地制度 引入大陆 我们将英国 引入大陆 都会挑战 我们不用地契 我们要用土地使用权 用很多这些新的名称 去代替了一些资本主义的想法 但反过来 我们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带来香港的时候 会否转一转 变回香港特色的资本主义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但我自己觉得一定会有变化 还有其中一个很特别 这就是国内经常说的 今次也听到 未来的特首说话 就是要有硬指标 我们看目标为本 其实 他已经开始说 我不太着重 当中的细节 细节应该给下面的专业人士去做 做一个领袖 我只是给一个指标 你想好它怎么走出来 那样东西 你不要解释给我 为什么做不到 你应该想办法 为什么要做到 我觉得未来会好 施生你认为呢 现在他 不是背熟 他也是想增加供应 增加供应 一个他想提高速度 另外一个 就是提高效益 现在他成立什么什么小组 就是想将不同的部门 一起去统筹 不要让部门之间 各自维护自己的管合范围 令到进度减慢 所以如果有人做统筹 应该会快些 现在就有KPI 不过KPI 会按照你部门的功能职责去检查 因为有时做得不好 会反而保护主义 如果现在有一些统筹的小组去做 希望可以好些 另外也看它是灵活性增高 例如公屋日住 以前是 例如你私人楼 申请入伙子 申请满意子 要你做齐了很多东西才给你 现在公屋设施未齐 本来有巴士站未建好 不让你入伙 但是现在公屋 有私屋 不知道有没有变 好,你的球场未建好 住就先住 这都是灵活性的 如果目标是多些人可以入住 私人物业也是 你必须因为少少东西 攔住别人整个项目入伙 你要根据实际需要 我见有时 承规会那些都很死板 我之前有客户买了九龙塘那些屋地 他就去申请分单位出售 这是符合现在政府的需要 你想增加多些供应 他都要规定去建独立屋 建一个五千多尺的独立屋 如果你说建五百多尺 就建十个单位出来 其实应该符合社会整体的需要 但是香港有些部门就是 不让你,不行 整个区域是这样规划 但是这些规划 以前订下来 已经不符合香港现在需要 香港现在需要多些家庭 可以由房子住 不是一定要让一个人住五千尺的屋 所以我觉得 如果政府在这些地方 可以多些灵活性 我们就会很快增加供应 在地积比率方面 松一点,地区重建 速度都会快 刚才先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正如我中文说的硬指标 KPI 订KPI老板级明白 当你订KPI 太过人性化 什么是人性化 你太过就火忌 你订KPI就是问题 举个例子 譬如某部门附入批职 我今年要批几多份职 很多人審批 審批途策 几多月内我会審批途策 我回答你,批还是不批 这个KPI相对来说 不是那么理想 应该是说 我今年要批几多份职 批核到,Approve 不是disapprove 以前我看的那些 总之我多少个月内 我就要回答你 我回答你 可能是Approve or Disapprove 这是一个KPI 但如果你订一个硬指标 因为我的目标 是要被人住 你disapprove 到即是住不了人 所以你将KPI转一转 你要批几多份职 效果又不同了 因为当你disapprove 的时候,你会说得很清楚 你趕快地改 大家加上线 这样改,快很多 是不是 因为我自己个人经历 我以前也做过政府贸部门 二十多年前 其实我们想弄很容易 我找到一个他批不到的东西 我回答他批 然后加上一句 这个不是我单一 不批你份职的原因 还有其他的 不过我现在不告诉你 我便可以无限 还要回答你很快 我三个星期已经回答你 我就不批你份职 整体来说,可能两年 我都批不到你份职 因为我想方法去disapprove 但是KPI 如果你定得很清楚 就等于做生意 我KPI要赚钱 我不是跟你说 我看了多少层楼 接待了多少台客 我只是要赚钱 那就很清晰 是吧 那我们都期待下 下届政府如何在政策方面 解决房屋问题 今集很多谢两位 接受楼市事件的访问 我们下集楼市事件再见 没办法 ter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